新竹市的U-Bike在增三站 27号在东大武林路口举行启用仪式 目前总共完成40站1000辆微笑单车 从去年开始陆陆续续 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33个站点了 那预计在今年年底以前 我们要完成45个站点 那我想一个站点一个站点的完成 确实带给我们市民很大的一个便利 我想大家都知道除了能够兼人减碳以外 更重要的是骑单车可以运动 那骑单车也可以去购物买菜 骑单车也可以让我们上班族可以通勤 那更重要的是因为公共自行车的一个加入 让我们新竹市的这一些小吃业者的生意都变好 这次新增加的三个站点分别有 东大武林 新庄公园 和平公园等站 今天的启用将带给附近民众一个绿色运聚的新选择 今天我们福林里 这个东大陆武林路桥下 这个微笑单车的启用 是我们里民大家期待已久一个点 那经过我跟我们这个防疫也极力争取 所以终于在今天已经得到一个圆满的成果了 和平公园的U-Buy好不容易哦 那里民都迎请期盼的 然后我们这个公园从申请施工 施工到今天启用典礼 头尾总共就是十天 真的有感受到这个动作很迅速 感谢团队们的认真 新竹市的U-Buy去年完成30站 今年将要完成15个站点 提供外地游客和民众在短程交通的便利性 今天呢在福林里这一边 举办了东大武林站 也就是我们的国军预演站的启用 同时今天启用的有和平公园 以及新庄公园 这也是一个我们自从去年到现在 U-Buy起用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我们已经到达了40个站点 提供了1000步的U-Buy的脚踏车 供我们市民来使用 新竹市目前已经完成40个U-Buy站点 陆续将会再完成7个站点 让市民拥有十一住行娱乐的生活所需 凯破新竹万事连实习记者胡梦柔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